再来关心的是农业灾害 华联一夜受到了大雨侵袭 稻农一夜都不敢睡 一大清早雨还没有停就赶来稻田区查看 发现部分稻田区被水淹没 稻农表示很担忧功亏一篑 不过幸好水有慢慢的退 但是还是会担心大雨再来恐怕遭殃 华联一夜受到大雨的侵袭 稻农一夜都不敢睡 一大清早雨都还没停就赶来稻田区来查看 发现部分稻田区被水淹没 稻农表示很担忧功亏一篑 不过幸好游慢慢退 但还是会担心大雨再来恐怕遭殃 因为那个台风是外围美 所以雨太大了 水田都淹水 你看看这个水田都淹了 从昨天晚上 一直下到现在都没有停 一旁的灌溉水已经满过水沟 有些水道因为大雨倒浮 曾先生说 一大早巡查水稻区的时候 沿路走来 有看到很多的水稻区也都已经被水淹过 其实还是会担心影响收成 稻子会 我有时候会倒下 只要被那个水会发芽 因为现在稻子都出来了 动龙也说会持续观察雨量 以及稻米的状况 大雨过后 需做好田间管理 如落果应该要赶快移除 以减少后续灾害发生 如有发生灾害 马上回报给相公所 把伤害降到最低 接着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